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八年里 我的青春 我的执念 我关于爱情的一切幻想 都只与它一人相关 用纳伯克夫的话来讲 他就是我的生命之光 欲念之火 我的罪恶 我的灵魂 我曾经的生命之光 名叫阿康 我们是在校园会上认识的 我横七竖八拿着一对镖枪 试图穿过运动场 他从旁边跑过 一不留神就撞上了枪头 小同学啊 今天差点被你谋杀了 他捂着胸口 做了个内伤的动作 那一眼 当真天雷勾地火 像被降住了似的 我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来 我帮你拿 不然啊 一会儿针血溅运动场 他笑着从我手里接过那堆标枪 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一下又一下 雷鼓似的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 大概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见这么一个人 他像是天使派来拯救你 又像是魔鬼派来诱惑你 带你去过最美的山峰 也将你推入最深的悬崖 让你哭 让你笑 让你心动 让你心碎 让你在狂乱中痴迷 在痴迷中坠落 阿康至于我就是这样的存在 它是我的命 也是我的结 那几年里 我见过爱情最浓烈训丽的样子 他会为一轮朝阳凌晨四点钟起床 朦胧中牵着我的手去爬山 而后在日光底下亲我 大声宣告我是他的此生最爱 我们总有最深的默契 逛虫市场 在同一只科技前驻足 随后抱回了家 叫他爸爸 叫我妈妈 工作第三年 他贷款买了辆二手车 每到周末就带我去兜风 行李和证件都放在后备箱里 时常说走就走 我们一起去看过房子 对未来有很多的幻想 也见过了彼此的家长 他妈妈很好 总是笑咪咪的喊我多吃点 我们有过许多甜蜜的瞬间 然而每一次争吵 亦无比凶险 他是个孩子癖性 长不大 答应我的事 时常忘掉 还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玩起游戏来不知白天黑夜 我们共同领养的那只小客机 在他玩游戏的时候跑出去 被活生生的给车撞死了 他总觉得自己还小 没有准备好 准备了四年 五年 七年 八年 依然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们相互争吵 谩骂 竭尽全力地施展彼此的恶毒 往最爱的人心脏上捅去 终于到了第八年 太累 太绝了 卷到望一眼都生艳 再无法从彼此身上感受任何温情和浅卷 两相厮守 惟于伤痛 就这样 分手了 现在轮到我们的男主角登场了 他叫林静 因为大我四岁 我便叫他老林 老林跟我同一个公司 我在宣传部 他在技术部 有段时间做部门专访 天天跟他对接 因此变熟了 那会儿有同事起哄说 说老林喜欢我 我只当是开玩笑 并未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回 我的报道出现重大失误 被集团公司点名批评 要求严肃处理相关负责人 老林竟当众挺身而出 这不怪小雅 是我给他报错的数据 责任在我 这件事带来的直接后果 是老林失去了当年的平忧 但只有我知道 老林报上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是我撰稿的时候 标错了小数点 为表愧疚 我请老林吃了一顿海底捞 饭间我问他 为什么要替我背锅 老林憨笑着道 你们宣传部年年要裁员 真要出点什么事 还不得把你炒了 我不怕 我是技术骨干 炒谁也不会炒我 因为这件事 我对老林有中生出了好感 但也仅限于好感 当时我刚跟阿康分手半年 人还沉浸在伤痛中 八年感情 犹如断壁 一时半会儿压根儿好不了 还时常生出幻知的痛出来 倒是这种好感 让我在失恋的苦海里 找到了一条救生绳索 老林 听过我的很多心事 知道我和阿康怎么相遇 怎么相恋 怎么分手 自然也知道我们的爱 曾经多么刻骨铭心 那时老林总是半吃半呆地感叹道 这样一个人 大概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吧 闺蜜说我这样很不厚道 分明是将老林做了备胎 好吧 我承认 是的 我光明正大的享受着他的好 却又假装不知他对我的心意 我知道这样不好 可失恋太痛了 痛到不转移掉部分 我就没办法活下去了 我依赖老林分担痛处 却又害怕他戳穿真相 每当他想要再进一步 我就用话堵住他的嘴 咱俩会做一辈子的朋友 对吧 有一回公司聚餐 我喝醉了回家 刚好撞见刚下班的老林 他见我醉醺醺的样子 硬要嫁着我回家 你们宣传部真离谱 哪要这样灌女孩喝酒的 我笑得到 是我自己要喝的 老林很不喜 一路上暗沉着脸 我嘻嘻哈哈的跟他说笑 借着酒精 讲起了饭局上的婚段子 我说 他们以为我不懂 其实我都懂 白雪公主抓住匹诺曹 我笑得很放肆 却又不知怎的 笑啊笑又开始哭 眼泪飘满整张脸 站在庚前的老林 终于忍不住 尝他一口气 随即拦住我的头 令我放心的 枕在他的肩膀上哭 从那天起 公司上下都开始传 我和老林的绯闻 有人说老林追我 但我没答应 也有人说 亲眼看到了我抱着老林 在各种 添油加醋的版本中 我和老林的关系 越见尴尬 我有一根 他疏离距离 他也不再有事没事的 往宣传铺跑 春季秋来 一眨眼 我和阿康 已经分手一年多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几百个日夜 终于 构令从地狱 折返人间 我不再训酒 也戒掉了抽烟的习惯 重新把心思 放到了工作上 有趣的是 我的新项目 对接人 竟然又是老林 这次 我坦荡了许多 我不再 把他当作 救命到头 也不必利用 他的喜欢 就像对待 一个老朋友 敞开心扉的 跟他聊天攀谈 看得出 老林还是很喜欢我 他闷声不吭的 通宵加班 只为 让我的报道 更加详实 准确 他借工作的名义 请我吃饭 打卡的 都是我喜欢的菜馆 我吃惊地问 你怎么知道 我的喜好 他不好意思地道 你不是发过微博吗 我这才认真地 打亮起老林来 嘿 别说 虽然有点憨憨 五官 还真有几分英挺 在很多个 朦朦胧胧的瞬间 我的心竟然 柔柔软软地 泛起了涟漪 老林 好像也挺好的呀 是啊 我想谈恋爱了 是真的很想谈恋爱了 那年圣诞节 老林试探性地问我 要不要跟他 一块看电影 我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他有点喜出望外 结结巴巴的 连话都说不好 理工男真的很呆 来来回回 就只会吃饭 看电影 那些烂招 最后还是我 主动打破僵局 你是不是想问我 要不要做你女朋友 就这样 我们在一起了 那是一种 完全不同的感觉 跟阿康在一起 每天都像过山车 前一秒还填到后 下一秒就吵得 天崩地裂 我们疯狂地索取 疯狂地给予 疯狂地伤害 疯狂地弥补 就像一副油彩泼墨 红红绿绿 撞色到极致 但在老林这里 过山车落地了 我安全轻盈地 找路了 被一张温暖的 大被子包裹着 坐在干净舒适的床上 空调 WiFi 大西瓜 遥控器 跟幸福有关的一切 都触手可及 以至于我时常开玩笑 明明才在一起一年 怎么像十年那么漫长 我们手挽着手 去菜市场买菜 她在挑选青椒 我在一旁看着 那瞬间就像一对 老夫老妻 人间烟火 罪抚烦人心 我在夜里 将他抱得很紧 靠在他街市的胸膛上 没来游的 就湿了眼眶 见家长 买房 买车 跟老林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什么都是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的 我们的婚期 很快定了下来 老林很俗套 坚持要给我 最盛大 最传统的婚礼 又是订酒店 又是买礼服 就连勤俭都坚持手写 她说 人这一生 就只有一次的仪式 不想令我有遗憾 只是没想到 就在婚礼前一个月 我遇见了阿康 那天是中秋节 天下着小雨 老林载着我从老家回来 开车经过乡道时 看到有人在急招手 那人的样子很慌张 眼看都快跪下来了 身后似乎还躺着一个人 车开到近前 我才看清那张脸 是阿康 我师生叫道 停车 快停车 是阿康的妈妈出事了 女儿俩走完亲戚回来 车轮爆胎 失控撞到路边的护栏 老人撞破了头 瞬间鲜血如注 阿康打电话给镇医院 医生却说救护车出诊了 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惊慌之下 阿康顾不了这么多 就想在路边拦车 我只忘了一眼 满脸是血的阿姨 立即吓得手无阻挫 站在原地连话都讲不出 老林看出了端倪 二话不说让阿康抱阿姨上车 一路上车里死寂死寂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手脚冰凉冰凉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距离死亡那么近 那张鲜血模糊的脸 头发是红的 眼皮是红的 鼻梁是红的 红的发黑 阿姨带我很好很好 她给我做过糯米丸子 做过酒酿鱼儿 总是笑咪咪的喊我多吃 记得有一回 去她家做客 刚好碰上了星期来串门 我脸皮薄 站在一旁不敢讲话 她温柔的牵过我的手 把我揽到身边 说我是她未过门的儿媳妇 后来我跟阿康分手 阿姨给我打过电话 说着说着就哭了 你们俩孩子 这么多年了 我看着走过来的 怎么就这样的呢 我不敢想象记忆中那么温柔的阿姨 就是车后座鲜血淋漓的老人 我浑身经不住一阵阵颤抖 口舌胶着 猴头发紧 车终于驶进医院大门 一阵手忙脚乱的喧嚣 我眼睁睁的看着护士 用担甲保老人推进了急诊室 当老林抱住我 安慰住我说 没事了没事了 紧绷着那根弦一下子就断了 我趴在他的肩膀上 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嚎啕打哭 阿姨抢救回来了 我和老林的婚事 却亮起了红灯 他主动提出 要不再等等吧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老林 像一只腿败的攻击 虽然脸上极力维持的体面 眼神里却尽是失落 连多望一眼都要回避 好像每多看我一眼 他心里的伤口就更深一分 我知道他在害怕什么 他听过我所有的心事 见过我未经修饰的脆弱 也见过我极度失态和极度恐惧 一切的一切 在他看来都是我爱阿康的证明 试问 一段长跑八年的初恋 谁不忌惮呢 他见过我为阿康 失态胶着的样子 而遗憾的是 我的失态和胶着一次都不曾为了他 为此 他认定我爱阿康 我还爱着阿康 我试图跟他解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害怕 害怕阿姨在我面前死去 可即便我费尽唇舌 都无法令老林打消疑虑 他不再跟我睡同一张床 他说 或许 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 去认清自己的真心 坦白说 那样的老林真的令我害怕了 那是我第一次为我们的关系而紧张 一直以来 我早习惯了做恋情里肆无忌惮的人 大胆地索取 安心地享有 可当他走进另一扇门 把我锁在门外时 我才陡然的一阵心慌 就像躺在游艇上晒太阳的人 被人猛地推下甲板 海水枪进鼻子里 四周却什么都抓不住 我百口莫辩 我不知所措 说起来 这事儿要谢谢我的两尾 就在老林跟我冷战的第三天 一场急性懒尾炎 差点没要了我的小命 我在厕所里 疼晕了过去 老林发现我时 差点没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真是谢天谢地 就这么一场懒尾炎 竟然另一切接过了 当我再度醒来 老林就差点没哭出来了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喃喃自己道 你醒了就好 你醒了就好 再也没人提及那个名字 婚礼照常进行 后来老林告诉我 在他送我去医院的那几分钟里 他想过无数次失去我 该怎么办 他自责地快要死掉 他不该跟我斗气 不该令我流泪 他甚至偷偷地向神明发誓 堂食我能平安 他愿意自责十年寿命 今天是我跟老林结婚八周年的纪念日 八年间我们育有一儿一女 他成了公司高管 我也做了部门经理 八年间我们几乎连吵架都没有过 还像热恋时一样 每晚睡前都要亲吻拥抱 中间有那么几年 孩子睡在中间 他就悄悄地趁我喂奶 用脚勾住我的脚背 在被窝里牵着我的手 所有人都羡慕我们的婚姻 光似的小年轻都叫得林总 可每到周末的早晨 林总还是会跟我一块去买菜 他现在发了点福 看起来更憨了 我偶尔看看他的背影 心头就会一皱柔软 哼呀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一眨眼真的都快老夫老妻了 假使不出意外 我们还将在一起十八年 二十八年 三十八年 生同情 死同穴 我如今时常偷偷感激上苍 感激他如此大安大德 竟在纷乱的红尘中赠予我 一缺无波无澜的光阴 跟老林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浅卷得像一幅古典山水画 我们一块上班 一块下班 一起送孩子上下学 一起去小区 健身房锻炼 岁月像暗了 慢进一样 循规蹈矩 暗不就班 听说阿康早几年结婚了 朋友把消息告诉我时 除了由衷的祝他幸福 内心竟没有半点起伏 我承认 我曾经很爱很爱他 可我们每个人的爱情 都是流动的 缘分尽了 便流走了 旁观者或许会为着爱 生死衰竭而改生 但是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会流动的东西 就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这里枯竭 在那里重现 慈爱 和彼此 面孔 未必相同 却都冠以 爱之名 一个惊艳时光 一个温柔岁月 后来的后来 老林悄悄地问过我 你曾说过 他是你的珊瑚海啸 昊月星辰 那么我呢 我是什么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 你是我见过 珊瑚海啸 昊月星辰后 依然 毅然决定 爱上的那个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